大家好 我是安東尼 是多倫多全職地產經紀 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頻道安居多倫多 今次介紹Angus Glen隔離一點 再近404多點的這個區域 而現在這裏是位於Woodbine和Majormac這裏 就像剛才所說 近404 所以你一下去的話 立即就可以上到404 上到404你就去哪裏都方便 講到這裏的學校網其實都很不錯 除了英文學校之外 法文這裏都有一個Sir Wilfred Laurier 當初我的小孩都是入這裏的學校讀法文 現在就說回這一區 其實這一區都差不多20年了 所以其實都很成熟一下 在這裏一出去的話 Woodbine下去就可以去到黃虎井 以及對面有個Plaza 有大統華 所以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現在介紹回我身後這一間 在CORNER的獨立屋 它大概是2800呎 上面是四間房間 兩個洗手間 同時是finish了Basement的 而屋主也很有心機打理前一和後一 所以待會我會帶大家看看 他們的後一是怎樣的樣子 帶大家進去看之前 麻煩各位訂閱我們的頻道 給我們一個Like 和分享我們的影片給親朋好友 同時如果大家對於多倫多地產 有什麼資訊的話 隨時歡迎你聯絡我們的客服Lily 或者E-mail給我們 我們會盡快把資料寄給你的 好了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吧 先補回 剛才遺漏了說的 就是這間房子現在放盤是多少 現在這間房子放盤是198萬的 不過之後就會集中收付 這間房子的尺寸就是45呎 乘以103呎 現在我們就進來這個大門了 首先你看到這裡就是大門 右邊就有一個玻璃的櫃在這裡 就是大衣 鞋 就可以放在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角落 unit 同時就有個騎樓 有個L字形的騎樓在這裡 在這裡出面 變成在這裡也會多度相瞞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這一邊 這裡就是個廳 酒廳和飯廳都在這裡 都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現在這裡聽的音樂呢 這次不是我的背景音樂 是本身整間屋都有喇叭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 這裡右邊就是那堂樓梯 上去二樓那裡 還有後面就是廚房那邊 剛剛還未跟大家說 在這一個廳呢 看看上面的樓底有多高 看看上面的樓底有多高 家居 所以我們就不打開給你們看 我們就直接進去看廚房那邊 我們在看另一個廳之前 就想帶大家看一下他們的後花園 這個屋主做的後花園 都做得很不錯的 在廚房的另一邊 還有一個小的廳在這裡 可以再參觀一下 我們上去二樓之前 就看這裏的Powder Room 是怎樣的樣子 上到二樓後面都是房間來的 但是房間出來的話 就對著這裏 這麼多窗 這麼多陽光進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上面呢 就有四間房間 兩個洗手間的 那首先呢 就帶大家進來 這個master bedroom 那邊看看吧 而master bedroom 的窗呢 是對著那個backyard 的 這裏 除了有一個洗手間之外 還有一個walk-in closet 出回來master bedroom 的左手邊呢 就是面向正門那邊呢 還有一間房 那我們進去看看 而這間房間的對面呢 還有另一間房間的 接下來呢 就還有最後這間房間 還有一個洗手間在這裡的 那我們過去看看吧 那現在呢 我們就下來了個basement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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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那個basement那裡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cold room 那 cold room我就不打開來啦 因為都是有東西在裡面的 而在這裡左手邊呢 就是個laundry 那 那 剛才在上面都看不到laundry 那 那 就變成了如果要洗衣服的話呢 就要下來這一個basement那裡洗的了 那我們我們看看啦 好了 那就正式入到Basement了 這裡有一道門可以隔著它 在這裡右邊有多一間套房 我們進來這裡看看 最後了 這裡是Basement的後半段 大家可以看到屋主在這裡作為一個健身室 同時也可以看電影 你看到這裡安裝了一個計劃 喜歡的話就在那邊拉鏡頭下來就可以看電影 在健身的地方的後半段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酒吧桌 然後再過來還有一個廚房在這裡 剛才帶大家看了有道門 有一間套房 這裡健身的地方可以當作一個廳 如果大家看見有一個吧桌 也有一個廚房在這裡的話 這裡也可以分租出去 讓租客自己自成一角 今天這間屋的簡單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對這間屋有什麼信問 或者對大多倫多區有其他的房屋新聞 隨時歡迎找我們客服Lily 可以打電話或者電郵給我們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